不是啊 你想斷腳啊? 好地地啊 一間展房怎會買一部這樣的機子 老闆會不會操練的 明明網上這麼多人說過 Lake Extension 傷失的 為什麼那些大隻佬仍然這樣做 那些人 常常擾摩化Lake Extension 又說Lake Extension 傷失 又說 要練腳做Squad就行了 不用踢腳 最重要是他們說Lake Extension 一點也不成功 那究竟是不是呢? 我們一起過來這邊 第一件事 要知道Lake Extension 究竟在練腳的哪個肌肉呢? 主要是四頭肌 有些研究最近發現 其實有五頭肌肉 但不要緊 我先講四個頭 四個頭裡面 有三個頭 他們都是由這裡開始 在大腿骨 搏下來這裡 去到這個菠蘿蓋 菠蘿蓋再搏下來這裡 小腿這條骨 他們做些什麼呢? 當他們收縮的時候 把膝蓋伸直 這個是其中三個肌肉 但是呢 有第四個 Rectus Femoris 古直肌 這個古直肌 其實是由這裡 這個Hip 位這裡開始駁起 經過了 寬關節 下到菠蘿蓋這個位 再接著下 也是小腿骨 那他做些什麼呢? 第一件事 收縮 還有把膝蓋伸直 另外就是會令到你的Hip 位 屈起 這個就是古直肌 和另外三個頭 最大分別的地方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點 就是來到這個肌肉訓練的時候 不同的Range of Motion 對肌肉的訓練 有不同的效果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不同的Range裡面 其實肌肉被Recruit的方式 其實是有少少不同的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在我們看Full Range of Motion的訓練 和Partial Range of Motion的訓練 研究報告的比較的時候 往往Full Range of Motion的訓練 會對肌肉肥大 會有更加好的訓練效果 但是如果我們看Squat的時候 通常落到底 沒有問題 其實沒有問題 很好的 因為至巴有重量 力向下 你的Hip 位 和膝蓋這個位 都是在想怎樣可以推 令到自己人向上 沒有問題 非常好 但是上到頂 我們再看 力依然向下 你的Hip 位 其實如果要再收短一點 是向前 膝蓋再收短一點 是向後 即是說 向下的力 地心吸力 和你的肌肉想收緊 去發出來的力 其實是不對等的 這樣會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去試試 做一個Squat 你這樣 會不會操作 不會的 為甚麼 因為拌不住肌肉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我剛才提到的 Rectus Fomoris 鼓中肌 因為它橫跨了 膝蓋和Hip 位 真正要收短 是要通過 沒錯 膝的伸直 和Hip 位 屈起來 才會去到收短的位置 我們如果去到這個position 大家會想起甚麼 就是一個Lake Extension finishing的position 所以 在Squat 做不到的事情 Lake Extension 便會做得到 有些人會說 Lake Extension 很不 function 不會有人在街 突然 揍一揍 這個我明白 但是 對我來說 其實 Functional Training 自己有些取巧 我覺得是一個偽名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以一個健美運動員為例 他們一生就想要一個很厲害的四頭肌 出去贏比賽、要漂亮之類 對他們來說 做延伸、做大鋪 就很功能 貼切一點 我自己的生活裡面 如果我看病人 他們走路的時候 有問題 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便可以打擊這個範圍的 在Late Extension上面 這件事是Squat做不到的 無論你蹲多少餅都好 這裏做不到的 但如果你在Late Extension這裏 就更加強壯 再加一點 Rexus Fumoris 古直肌 是四頭肌裡面 最容易受傷的頭 因為通常橫跨兩個關節的肌肉 是特別容易受傷的 在Late Extension上面 我們便可以更加有效地 這樣做它 OK 好了 我們來到Late Extension 很多人通常會說 有兩大問題 第一個 在這個關節上面 Petelophemoral joint的壓力 當膝蓋在屈曲的情況下 菠蘿蓋和大腿骨接觸面會越來越多 同時間 當他們說得踢的時候 這裏就會有壓力太多了 我的Argument就會說 其實這個壓力 如果你在Squat上面 其實都非常之大 只要接觸面在這裏 壓力就會在這裏 但同樣地 Progressive Overload都很重要 慢慢build up 身體會承受得到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在他們升上來的時候 在這裏 他們就會說 有很大的sharing force 這裏 我就會說 你不如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們用了差不多半集的時間 講了關於sharing force的問題 亦都是OK的 好 下來 但是 有一些某部分的運動員 可能膝蓋 本身已經有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變成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可以增加小腿的參與 在過程中間 從而增加膝蓋 在做Lake Extension上面的穩定性 怎麼做呢 很簡單的 將腳腕 提起 腳趾弓指向上 自然 小腿肌就會activate 然後你才踢 變成 因為腳趾指向上的關係 這裏就已經support到膝蓋 變成它的穩定性就會增加 但是當然 如果你膝蓋本身已經有不穩定的情況 我建議你找回專業人士看看 穩定一點 但是 如果大家想 將做Lake Extension的時候 危險減到最低 我以下這幾個建議 第一件事 我要清楚了解機器的結構 這裏是什麼地方來的呢 是我們所叫的Pivot 或者Axis Rotation 這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軸心 當它做Lake Extension的時候 這一點 鎖死了 是在這裏轉的 好像一個鐘 這樣 好 下來 有什麼這麼重要呢 將膝蓋 你自己的關節的中心點 和它對準 這樣就可以減低了不必要的其他阻力 在你的膝蓋上面出現 第二點 其實它們左右有Handle 讓你用 用到這個Handle的時候 就非常重要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可以prevent 我們所說的Energy Leak 我們所說的Energy Leak 就是一些能量的流失 是一些不必要的活動 譬如說 你有時候很多時候 看到人家Lake Extension的時候 Handle會動一下 身會動一下 這些就是我們說的 不必要的能量流失 如果我們可以充分地用到手 鎖死自己的上半身 當你踢起的時候 就是 所有的活動 在膝關節上出來 好 今集關於Lake Extension的內容 就差不多了 希望可以幫大家加深 對Lake Extension的了解 如果大家還對這件事有疑問 歡迎直接Inbox上網 如果大家想繼續知道 更多香港本地的健身資訊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KLF Gym 下次見